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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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拱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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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到今天 石拱寺见证了千年的变迁 历朝历代 这里都是马祖第一道场 江西第一名山 尽管由于历史的变迁 石拱寺最初的模样 也早已踪迹难寻了 但是 站在这屡次毁坏 却又被重建起来的 名山古叉之中 人们不能不心生感慨 当年我正好是在 作为一个记者 跟着金贵老和尚 还有一双老和尚 他们一起在曹三 定期的访问 然后中间 安排了一段时间 就是到了这个石拱寺 来这里的时候 那一天的话 也是连天的阴影 和今天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记者来说 更多的了解 领悟到了 金贵老和尚的那种智慧 那种和善 那种开阔的心胸眼界 千百年来 石拱寺在此安详着 大有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牺牲情怀 盐鼠丹霞 红的发紫 寺则明皇无暇 又有四旁绿树 拱下蓝天 造化与人工 共同成就一幅 山水画卷 今天的石拱寺 保留了最原始的风貌 丹霞地貌 这也是江西境内 为数不多的丹霞地貌 也许是冥冥之中 早有注定 敬慧老和尚的弟子 崇渡法师来到了石拱寺 发心要复兴起 当年的马祖第一道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出一方景观 在这里 即将有一个全新的石拱寺 被建起来 这里将会成为一个 令世人神往的 禅宗修行道场 它那个山本身 就和佛教的中轴县 佛教讲究中轴的礼佛区 礼佛区就很相像 我们进入石拱寺的时候 它要穿过很多的 小的村庄 它那个路很细 那些路都是原来的 我想象 那都是原来老百姓 走出来的路 那种激励 让人感觉 那种历史的沉淀 非常好 跟城市的庙宇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它也是一山就市 我们崇尚的价值观 审美观 也是上山若水 是吧 完全是靠着自然 就顺应自然 这样顺势而成的东西 一定是尽量地遵守 原来的自然现象 包括传承的那种祖师塔 还有原来施工下边的这些 原有的 我们能恢复的 尽量恢复到它原来的原貌 从寺院的规划图中 可见落成后的石公寺 庙宇殿堂如星辰般 罗布于群山怀抱 修行者在此拉宫参禅 于青山白云流水清泉间 可回归自性中 本有的那份清凉 朝圣的足迹 在遥远的青山岭外 白云深处 在一路的山重水腹之中 攀上那领头金顶 会恍然大悟顿见本来面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